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新聞連線 我們又來到外國專欄的時間 今天一齊帶來的是紐約時報專欄 美國步向災難? 普京認為特朗普是加速者 美國大選結果在莫斯科受熱烈歡迎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當選者表示祝賀 好像顯得很真心 這並不是因為俄羅斯認為特朗普是親俄的政治人物 更不是因為期待特朗普可以推動一些有利俄羅斯的烏克蘭和平協議 而這些幻想一早已經沒有了 根據報導,特朗普和普京之間第一次通話顯示 未來的美國政府並不是那麼容易操控的對象 而俄羅斯開心是有原因的 因為對於克里姆林宮來說 特朗普當選可能會促使美國國家體系的崩潰 美國其實是暴入歷史的中章這個說法在俄羅斯說了很久 那麼多年來這些觀點其實都是只有聲音 而但是去到2020年開始 克里姆林宮裡的重量級人馬 都開始有發表類似的看法 其中前聯邦安全局局長兼普京的核心顧問 帕特魯社夫 他就是最早提出美國是不能避免地走向瓦解 他是其中一個提出這個說法的人 在2023年接受俄羅斯報訪問的時候 帕特魯社夫就詳述描述美國分裂的情境 他說美國將會分裂北部和南部 南部將會逐漸地向墨西哥那邊靠攏 因為美國人是自從1848年之後在墨西哥那裡拿了土地 他更加補充說不要搞錯 南部的其他國家附近那些 遲早都會收回被人拿走的領土 而在那時的話 普京本人也提出了類似的領土分裂這個觀點 2021年的時候普京就說作為一名前蘇聯公民 我可以告訴你帝國的問題就是 他們相信自己強大到可以承受一些小的錯誤 但是問題是會慢慢累積 最終變得無法控制 而美國現在是很自信 還要很堅定地走著蘇聯相同的道路上 這就是普京對於美國的評估 所以他堅信美國現在是快來那頭近了 而俄羅斯的官員也甚至在荷里活那裡 去找他們支持他們觀點的證據 今年俄羅斯高層就很開心地看美國電影《內戰》 這條片是由克斯汀·鄧斯特主演的 而特別的就是這部電影在俄羅斯的名叫做《帝國的聚落》 雖然電影裡沒有直接涉及到帝國這個主題 但在俄羅斯的精英眼裡 這部電影是描繪了加州和德州分裂 還有國內流血衝突的影片 所以也反映了美國人對於自身未來的擔憂 而這部電影在俄羅斯的統治階層引起了很大的興奮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在Telegram上說 聯邦政府和德州、佛羅里達州、阿拉巴馬這些州之間 關係緊張加劇,令到國家分裂的情境令人不安 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預言 前總統和現任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梅德偉傑夫說 這樣證明了美國內戰是不能避免的 他也在Telegram上寫說 荷里活不會無緣無故拍這些電影 而哈里姆林宮認為文化戰爭就是美國內部分裂的原因 帕特魯社夫2023年訪問中更有說過 他說就算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這樣的運動和瘋狂宣傳一些跨性別的理論 現在令到麻木的民眾進一步精神墮落 他認為美國的民眾普遍認為自己對政府毫無價值 不會為維護國家團結行動 而美國當局還未意識到後果 所以現在是一步一步摧毀自己 俄羅斯也在推波助瀾 因為作為對覺醒文化廣泛衝擊的一部分 俄羅斯透過機械人和宣傳者 在社交媒體上推出陰謀論、疫苗懷疑論、反女權主義、反LGBTQ情緒和反移民言論 總之目的都是要加深美國社會的分裂 最終令他們解體 但在克里姆林宮那裡來說 美國的自由主義形式 其實他們的形態已經好像蘇聯晚期的共產主義一樣 開始沒有公信力 很多人會認為這種價值觀簡直是荒謬 更開始傾向一些更犬如的立場 而民主黨也被認為過於教條 就好像蘇聯共產黨在他最後十年一樣 一個傲慢的體制 帶著破產的信仰慢慢走向衰落 而這種很容易消絕的局勢下 特朗普當選更加好像驗證俄羅斯對於美國的評估 在莫斯科眼裡 他是一位可以瓦解到國內外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人 更加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解構美國 這樣令人聯想哥爾巴喬夫 好像哥爾巴喬夫致命地削弱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而特朗普可能會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造成同樣影響 最近莫斯科更加開始流行 就是叫特朗普做美國的哥爾巴喬夫 而對於克里姆林宮裡 多數曾經經歷過蘇聯解體的前KGB成員來說 哥爾巴喬夫就是一位自戀政客 他沒有計劃、沒有策略和沒有明確的目標 他更是削弱國家的支柱 最後留下的只有混亂 所以他們是很喜歡特朗普的 因為可能覺得特朗普都是在扮著類似的角色 而當然這些觀點也有可能是因為克里姆林宮一廂情願 美國即將崩潰這個預測根本沒有事實根據 蘇聯崩潰是因為過度的軍事開支和帝國的野心 令他的經濟無法繼續發展 同時還有因為種族緊張的局勢而分裂 而哥爾巴喬夫的改革目標就是想改進體系 而不是想推翻他 所以美國和特朗普的情況 作者就說根本完全與當年不一樣 而克里姆林宮仍會選擇相信自己想看到的景象 美國在特朗普的領導下走向災難 以上就是今天的外國專欄 各位觀眾不知道你們又不同意這位作者所說 到底人是否會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呢? 到底俄羅斯想看的東西最後會不會發生呢? 不妨將你的意見想法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覺得特朗普會不會令美國更好 還是令美國會瓦解呢? 多謝各位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帶來的外國專欄的話 就之前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和將這段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次再見